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火出圈的T.O.D.S的广转站他处 宝石龙接龙 巨星牌面就是下不来 肖战火出圈的上海南京路太古会T.O.D.S巨幅的广转站他处了 宝石龙的广无凤衔接 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好不热闹 巨星牌面就是下不来 对于很多路人来说一定很奇怪啊 这大费周章的就是给肖战换了一套衣服吗 估计宝石龙的大肖战已经做好准备再一次迎接大家前来打卡 商务的广大屏成为网红博主打卡胜地 内于肖战绝对是第一人 有的网友羡慕地表示上海的姐妹真的太幸福了 他们充满了疑问 是肖战现在真的已经做到老少通吃了 还是说肖战在上海的人气特别特别旺呢 应该说二者兼而有之 上海作为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和肖战今贵优雅的形象完美的统一 肖战就是明星中的大上海 充满了老上海喧嚣热闹的豪华贵气 也洋溢着新上海的蓬勃朝气 前几日 上海新世界的肖战巨幅的广也爆火出圈 肖战专梯场面让人叹为观止 有网友发现 托德斯虽然把火出圈的南京路位置让给了保湿龙 可是肖战tods的巨幅海豹在静安寺对面又挂了满满一墙 这是要时时刻刻把自己的代言人展示给大众的气势 还有的网友说来上海这几天 无论逛哪个商场 随处都可见肖战 肖战真的无处不在 还有的网友分享说 有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路过 老人指着肖战的海豹对老伴说 这不是战战吗 你看看 果然肖战已经做的老少皆知 这个国民度还真不是吹出来的 艺人和品牌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品牌借助艺人的影响力提升知名度和受众群 艺人借助品牌的宣发提升国民度 肖战代言的品牌是真的舍得在宣发上投入 的广大屏随处可见 都是大手笔 有的地方的广告大屏都成了肖战的专属广告位了 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肖战超高的商业价值 大手笔的投入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品牌带来超出预期的效果 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相信随着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者的上映 肖战的国民度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和提升 大街小巷接肖战 这就是巨星的牌面 来来去去这么多顶流明星 还是肖战看着舒服 一共看过肖战两部作品 一部是他和白百合合作的《娇阳伴我》 另一部是他和李庆合作的《梦中的那片海》 总体感觉就是看他演戏很舒服 就是清清爽爽 没有任何心机和坏心眼的大男孩 喜欢一个人就一心一意的为你好 千方百计的付出 不图回报 而且是那种让你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付出 非常阳光 没有苦情细 完全是心地纯良的那一种 而且就算家庭出身不好 家庭条件很差 也依然活得非常阳光向上 积极乐观 从不抱怨 不喜欢一个人他就极恶如愁 硬刚到底 时时刻刻喜欢替他人着想 有大哥风范 有担当 不记仇 即便哥们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他也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自己化解 我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或者恋人 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 不追星 不了解他的私生活 但是我确实很少在网上看见他的花边新闻和负面评价 长得白白静静 非常讨喜也就算了 面对前辈 毕恭毕敬 非常有礼貌 这绝对是他的加分项 已经是顶流大明星了 还能够非常周全和得体面对周边的一切 不焦不躁的样子 确实十分难得 任何明星能够成为顶流都自然有他的道理 外表酷帅是先天条件之一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长得好 长得帅得多了去了 为什么他能成为顶流 或许是机缘巧合 但一定是后天努力和自身拥有雄厚的实力达成的 珍惜眼前 珍惜当下 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 演好每一个作品 稳招稳打才能行稳致远 继续加油 小伙子 追风者后 王一博新电影火热来袭 演技炸裂货彻底迎来事业腾飞 随着追风者的热播 王一博的演艺事业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位年轻演员以其出色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 在影世界逐渐展露头角 而今 他的新电影《维和防暴队》即将在2024年51期间上映 备受期待 《维和防暴队》是一部聚焦于中国维和警察在执行任务时 面临的生死挑战的电影 影片中 王一博饰演的角色杨震 与其他维和警察一起 面对恐怖袭击 武装暴动和黑帮横行等危险情况 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 守护着和平 传递着正义 这部电影以其紧张刺激的剧情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关注 对于王一博来说 这部电影无疑是他演艺事业的一个新高峰 他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 被许多人期待 相信他能够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 将杨震这个角色演艺的淋漓尽致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此外 王一博还参与了另一部电影人 于德拍摄 与导演成尔再度合作 这部电影被描述为一部超级艺术片 在亚洲多个地点取景 关注的是那些生活在边缘的人们 虽然这部电影的具体内容和上映日期尚未公布 但已经引起了粉丝和电影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和期待 从追风者到维和防暴队 是他演艺事业的一个新的突破 我们期待着他能够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 赢得更多的认可和赞誉 同时 我们也期待着这两部电影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让我们感受到电影的魅力和力量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王一博将会继续努力 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在电影界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期待着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的电影事业能够更加繁荣发展 为世界电影事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